我也找了 人家开口要五十块 太贵了 再说了不光是钱的问题 那他们洗能用您洗得干净吗 不一样的 那 那大姐夫洗得更干净了 以前那个油烟精不都是她弄的 这大礼拜天她倒好 跑出去躲清闲 她不是在加班吗 加班 妈 这大姐夫讲的话 也就您能相信 我跟你讲 刚刚我来的时候 亲眼看见大姐夫上了她女老板的车 那个女老板 穿得山清水绿的 好漂亮啊 跟个花护结一样 两个人亲亲命 是个肉麻 肯定是约会去了 加班的 你别拎着这两个东西 滴滴倒倒倒水 快去快去快去 好好好 好 要从家长的角度说呢 这个地方没有儿童设施 我要是个家长 星期天要带孩子逛街的话 首先 就把这个地儿给通过了 这条街的整体设计实在是太陈旧了 谁找的设计师啊 这哪里像高档的购物场所 整个一农贸市场 我看这一点购物的欲望都没有 行了 大小姐 别抱怨了 别忘了你是老板 我们是来找改善措施的啊 我都快愁死了 这个地方啊 问题是很严重 但是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 我们不妨要换个思路想想 你看啊 现在呢一概呢就是什么金融中心啊 购物中心 我们要是把这个消费群体在这个地方 细化一下 你觉得谁的钱比较好证 你说呢 女人 小孩 不如就设计成为女性主题街 好的 我的修改方案灵感 在脑子里一下子就 真是好想法 那我就回去搞策划书 我 我也得赶快回去 继续研究修改方案 走吧 我跑了一天 还真饿 慢点吃 别噎着了 对 真好吃 奇怪了啊 这是你老板 怎么约会还不管饭呢 还是在外头吃饱呀 搞了成调回家来演演戏 什么约会啊 怎么了 又不高兴了啊 妈妈 别装傻了 跟那个停心炉 谈上了吧 没 没个事 没有 妈 我这家里一天班的 怎么又 怎么又变成约会了 你真会想的 其实 谈就谈吧 也别瞒着了 这样也好 省得人家说我自私 我真的没有吗 你看那想哪儿去了 吃吃吃 来 吃吃吃吃 来 谢谢妈妈 我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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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要好 现在 还坐在这儿 我 来 我 现在 你 好 喂 喂 我发现我还是喜欢她 忘不了她 我本来以为 感情会慢慢变淡的 结果我只跟她 面对了一天 既然只有那两个字 喜欢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就忘不了呢 你不是说再加班吗 怎么又面对了她一天呢 好了 本来心烦意乱的 现在跟你电话里倾诉一下 感觉就好多了 行了 不跟你多聊了 拜拜 继续工作 别别别别 你心里舒服多了 我告诉你啊 你的问题超级严重 我知道丁心如 正在发展他们的商业街 我当初把海丰开发的商业街 选在每家附近 就是为了拖垮中天 无论他们怎么狗急跳墙 这个计划绝对不可能成功 来 去 叫他们记住 上传消息 是 知道了 隶属了美家这么多的缺点 这些反馈意见好像都觉得 美家这个项目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 黄先生呢 他还没来公司 要不一会儿我该打电话问一下 不用了 我自己给他打 你忙你的吧 好的 你在哪儿啊 在星星混沙店啊 就在美家商业街 喂 喂 喂 小妹妹 你们知道能不能充电 有没有这种充电器 我们这儿不行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混沙店 好混沙店干什么 我问你 那个 平时 你们店里来的人多吗 前段时间还好 但这两个月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是很好了 大概有多长时间 这种情况 这也有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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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就比刚才那事强多了 不错吧 不错不错 你现在 没事就在你同学这儿 当这个 混沙模特啊 谁说人家要当模特了 怎么 就算我要当模特的话呢 好像也缺一个新郎吧 这样大姐夫 我给你一次 一大新郎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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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行啦 行啦 小娘 这 来了 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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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新郎 你听我说 你说什么 我自己长眼点我自己会看 你看什么了 你都要结婚了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那么好 你亲人要结婚了 你为什么不断了我的心思 你纯心耍我是不是 你这人能不能听人说句话 什么要结婚要结婚的了 你怎么这样说来就来呀 我跟你说 你听我说好不好 说明白我是来工作的 我过这条街是来搞调查的 我想把这条街打造成女人街 主打这个婚纱摄影 这个店是莉莉同学开的 她就在这儿临时帮忙 怎么了 这 你这也太 而且我告诉你 我没有要结婚 你听明白了 很好啊 投资者对于你们以女性为消费主体 打造上海第一条女人街 这主题方案很感兴趣啊 这个想法太好了 我给你们打满分 是 从这个方案当中啊 我闻到了这个恋爱的气息 我相信一定可以吸引大批女性消费者的 终于成功了 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 吃饭那 你们年轻人去吃就好了 我 我还有别的活动 好 好 走了 是应该清楚一下 吃饭点我来订阅 我去 我跟你说啊 这地方到了饭口 好点人多着呢 你看 这车都没地儿停 咱就到这家 你别看这家广子不大 但是做饭味道特别好 你看又在室外 凉凉宽宽的 来吧 就这儿来 坐哪儿 坐哪儿 这 这儿 这儿坐哪儿 来来来 来吧 老板 来了 来了 你好 来 坐 坐 这家 这家菜味不错 以前我常来 这是你常来 对啊 我开出租那会儿 到点儿就上这儿吃饭 就跟食堂似的 跟这儿老板也都混熟了 老板 来瓶啤酒 要冰镇的啊 再炒两个拿手套 好嘞 好嘞 停了你 这儿 露天呢 难免 你没看报纸上说吗 这种所谓的消毒碗筷 是最不卫生的 没事 在这种饭馆里吃饭 那卫生能合格吗 没事 你这不大家犬这样吗 真的没事 挺好的 这炒菜没准是滴沟油呢 要不咱们再换一家吧 再换一家 那 那再换一家 那口味不一定适合我 这儿真的挺好的 我就想让你跟我分享一下 真的味道好吃 你还菜都炒不上来呢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 好好地吃顿饭 你也太不当回事了吧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怎么了 听清楚 我是故意带你到这儿来的 为什么故意 为什么 我就是想让你了解 我们之间有多大差距 如果两个人相爱 不考虑彼此之间的物质差距 这是不现实的 在此之前你向我表白 我一直没正面允许你 不是因为我对你没感觉 经过这么多事 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 但是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了 我就是让你了解 咱们不合适 我不想耽误你顶心手 可是我跟你说过 我根本就不在乎 物质这些外在的东西 这就是你最可爱之处 一个对什么都挑剔的女人 对感情这么纯粹 所以我才觉得 你应该有更美好的感情 你凭什么说 我对你的感情 就不是最美好的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够爱我 所以你不愿意去预约这种障碍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以后也不会再勉强你 再见 我们这次的计划非常完美啊 打了一次漂亮的仗 我想这个毛景峰啊 打死他 也不会想着会败在你们手上啊 这主要是辛茹的功劳 他的创意和判断非常的精准 赵海儿 谦虚是好事啊 这是你的品质 我很欣赏 可是有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当仁不让 你不是数老虎的吗 我希望你做事有点供给心啊 我会有这一点的 好 我拭目以待 那个 最近你们没去中间 好 现在项目进展得很顺利 后期 就不用我跟进了 喂 钟平 喂 老全 你今天怎么样啊你 今天靠上去很顺利 我不敢买 我前几天买的还不错 我想再多买一点 我昨天买那个 还是看他 还是知道 谢谢 谢谢 姐夫 我出来一下 哪儿东理 我出来 小姨姨 来来来来 来来 请不过 你不过来 过来 过来 干嘛呀你 現在時間對我來講 非常寶貴的 站著 過來 過來 聽媽説最近你手頭挺鬆動的 是不是送股市裡贏的錢啊 大姐夫 我的事情啊 你就不要管了 你再説一遍 是 我是欠你的錢 那我有講過不還的嗎 我會還的呀 我現在不就是 憑本事在賺錢嗎 郝靠呢 我不是催你來換錢的 我只是想提醒你 這股市風險很大 最近不太穩定 見了我就輸 知道嗎 否則別怪我沒提醒你 紅眼病 紅眼病 當初讓你跟我一起炒股票 你不做的吧 現在看我賺錢了 眼紅了 是吧 確定 大姐夫啊我跟你講 這個 膽小事幹不成事 賺錢就老博一下 我時間真的很寶貴 我要看完了啊 好 那我來我來 我來 我來 對了媽 這是這個月的飯錢 我來 阿里 你媽媽回家了 未未也在學校裡住 你一個人在家吃飯 這開箱就少了 不過你給我了 我就給你收著 存著 反正是你的 媽 那個文慧給我那個存折 還在吧 在啊 文慧她不收 我就給你存著了 放我這兒最安全了 到時候還是你的 是是 媽我現在有點事 你能不能把那個存折給我 幹什麼呀 你有什麼事 我以後再告訴你好嗎 你先把那個存折給我 人為財王 鳥為食王 不喜歡錢 不信 小海 喂 媽 好 可是你是不是在外頭 談戀愛了 媽 我真的沒這麼回事 你 是不是光電影院呢 吃館子要錢你才要 真的 媽真的不是這麼回事 您多信了 那否則怎麼會要追著 要存著呢 我我以後告訴你好吧 來 發好了 這個數 個十百千萬 小數得看好 行嗎 看清楚了 我相信你 我一分錢都沒花啊 對了 我誠直地要報送你 OA他們學校啊 電腦課要交費了 還有印尼外交的費要交 這些網絡不能捨吧 不能讓孩子 屬在氣泡線上 你說我對 我希望你能支持 一定 一定 還有那個 咱們小區的物業費要交了 不能鼓起不交 像我們這種身份的人 對吧 人家說起來 號稱還貴族協同呢 這是物業費都要的 媽 沒面子的 是 你放心 這些費用都不用操心 再說 這上面錢 不會花在我們自己身上的 我們是你的錢我也管不著 對媽 如果鍾明問起這個錢的話 問起這個村子你讓他來找我 這不是他的錢 跟他沒關係 我來吧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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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歇著吧你歇著吧 媽 莉莉啊 媽知道你跟你姐夫關係好 你肯定比你媽清楚 我問你啊 你大姐夫是不是跟丁心如 正式開始拉開帷幕 丁心如 我哪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告訴你啊 她別把我當傻子 我清楚得很 我是過來人 我心裡明白得很 她幹嘛給我嘗嘗嘗嘗的呀 有話好好說明白地說嘛 我說媽 你這一天就沒事瞎操心 我姐夫找女朋友 那是她的自由 你就別管了行不行啊 姐姐我這真的 還有好多事情先忙了啊 好嘞拜拜拜拜 真有女朋友了 我怎麼問啊 我憑什麼去問你 你怎麼來了 這是你離職的文件 我給你送過來啊 你看看你 你告訴我一聲 我自己去哪不就完了 你說這大老远還讓你跑一趟 你真是的 你看你你客氣什麼呀 你不是說把我當妹子嗎 跟這家妹子還客氣啊 謝謝謝謝 還是說 你根本就不想見到我呢 哪兒的話呀 我跟你說 我心裡可惦記大家了 尤其是你 我心裡跟大胖 大胖呢 他在銀行辦點事馬上過來 你們倆現在出得還好吧 你的眼光哪會錯呀 這大胖啊人可好了 對我可惜心了 每天早上來接我 而且都給我買好早點的 太好了 我沒亂點冤枯吧 哪會呀 何大哥我跟你說實話 其實當時吧 我有點喜歡你呢 不過你們家那情況太複雜了 我吼不住呀 女人這麼好 一定能找一個好女人的 謝謝謝謝謝謝 我其實真的特別謝謝你 把我和大胖拉在一塊兒 不然的話我們這拉鋸站 不知道了吼你馬月的 我跟你說啊 我這個人 最願意做成人之美的事 謝啥這一謝不就外了吧 你看那個 我我還得去上班 我今天就沒法請你到家裡做了 好 好嘞那我先走了啊 好嘞好嘞 再見 雅蘭你看 你現在還是什麼 大姐夫 莉莉你怎麼來了 我怎麼不能來了 是不是我來了好強啊 怎麼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呀 沒什麼意思呀 我都親眼看見完 我大姐夫懷裡爹呢 不不不 誰起來了你說什麼 莉莉莉不不不 我就看見你了 我剛剛還看見你 不是跟我姐夫的搂搂搂搂呢 莉莉不搂搂搂搂 你這也太講道理了 沒什麼 莉莉莉莉誤會了誤會了 別這麼說話 姐夫 你現在就開始護著女朋友了 什麼女朋友 女朋友了也不告訴佳人一聲 什麼女朋友 什麼女朋友 我想起來了 你早就主動上過門了是吧 別瞎吃飯行李 說什麼呢蘇莉莉 你看看你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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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點小姨子的樣子嗎 是得也沒被悲醋呀 是不是你看上姐夫了 你不是你這個姐夫爸嗎 你怎麼這麼多喜歡你 你喜歡你 你別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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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胖 沒事沒事大胖 大胖 不要說我看上次 不是你介紹我的 別說了 怎麼了你 怎麼了 我管不了你了 她回家了 別這樣別這樣大胖 誤會 哥不好意思 誤會誤會啊 她是我女朋友 哥不好意思 我倆先走了回家叫我 別瞎說 都不回家 你說不回家 對不起啊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倆人好好說啊 我男朋友來了咕咕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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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噠什麼咕噠 蘇莉莉 你怎麼回事啊 來了也不問青紅照白 就給這兒挖啦挖啦挖啦 你挖了啥玩笑啊 說什麼呢你給這兒 你對我那麼兇幹嘛呀 我來還不是因為你嗎 我怎麼 我那麼不講道理還不是因為你 我怎麼了 就是因為 因為我在乎你啊 我聽爸說你有女朋友了 我就趕緊跑回來 我就想知道你女朋友是誰 媽的話你能信嗎 媽說如果有女朋友就有女朋友了 那你如果沒有女朋友的話 那你幹嘛給媽要錢呀 要了錢幹什麼 就是為了女人 別傻了 我要那個錢 是因為我怕有人惦記你媽那個錢 好開心 你給我點錢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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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 薇薇奶奶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啊 等我云出空来 我去看你和薇薇啊 对了对了 你千万要每天 经常要要督促薇薇 千万不要说漏嘴 你在上海 小孩子不懂事 万一说出去了就麻烦了就 好好好 好的好的那再见啊 再打电话再打电话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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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时候应该在上班 怎么跑过来了 妈 单位发了些苹果 特意给您送回来 妈 今天气色不错嘛 就那么几个苹果特意跑了 不值得吗 妈 看见是我的这份心意啊 理清情意重 这也就是发的 只要是买的 那我肯定花大价钱 这个前两天啊 我在电视上看 人家就讲啊 说是一天一个打苹果 医生大夫远离我 我就想了 您这个年纪应该好好保养 多吃点苹果 对您友好 这个单位就刚刚好发了 就给您送过来 这个门会啊 我也总跟他讲 说 妈 跟小区里其他的 这个同龄人比起来 那就是要显得年轻的 是吧 这个最最起码的 要在实际年龄上面 剪掉个十岁 这是最少的 一大早起来嘴巴抹地了哦 一进门就剪好了 是吧 我要是为你们这些鬼呀 让我操心 我比现在还要年轻十岁呢 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 好吗 就老这个字啊 跟您一点关系都 不是啊 您就属于那种 人们经常讲的 这个青春永驻 容颜不老类型 一看就是打顾人家出来的 您都不用讲话的 往那里一站 你看 这个风头 这个魅力 充满了 贵族的气质 是啊 人家都说啊 这气质是天生的 学是学不来的 是是是 这大户人家出来的 跟小户人家出来的 它就是不一样 是吧 这没办法的 你不知道 像当初我娘家那房子 那叫大 大是大的来 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有多大 那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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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几斤哪 那是相当的 就像现在啊 螺丝壳里做到这 来 来 您坐 您坐 好 您放心 好 等您女婿我发达了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您买一个大别墅 让您再回到从前 体验一下时光倒流的感觉 好 像您充满气质的老太太啊 不 充满气质的女性 女性 就应该全方位地享受生活 您放心啊 这个费用我全都包了 行了行了 包了包了 包了得有钱的 你钱哪 前两天还哭得叮当呢 谢谢 谢谢 妈 这个人啊 不能总走备孕的 您女婿我 就是没有抓到机会 一旦让我抓到机会 您就跟着相复吧 最近啊 我就 抓了一个小小的机会 抓到赚钱的路子了 不不不 不说了 不说了 说呀 不值一提的 提提提 干净提 好 就是 我的一个朋友啊 给了我一点内幕消息 在股市里面 小赚了一点 今天一天才几万块 一天几万 不少了 够了 心不要太凶啊 你看 妈 我跟你讲 也就是我的本金不够 本金要够的话 几万块算什么 那几十万几百万 不在乎还下来 真的 我说没想到 我朋友那个消息 还真的是蠻蠢的 张明啊 做事情 快牢靠一点啊 再不能出事了 我们家再也不能出事了 妈 你看 事实就摆在面前的 钞票已经放到自己口袋里了 你说牢靠不牢靠啊 不过确实啊 这个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这个事您就 您就不要参与了 不 我既然是这么牢靠的朋友 对吧 应该没问题的吧 肥水不如万人铁 妈有点钱 您一起帮我操作操作 这个不是 你帮你披掉吧 没事 有内部消息 应该赔不了的 接个 接个电话啊 喂 刘总啊 哪只股啊 掌停啊 今天啊 好好好 我知道 谢谢 谢谢啊 再会再会啊 妈 没事 妈 我有事 我先 别 你干吗呀 这孩子 这不是 妈不是跟你输了吗 我给你钱 你帮我一起操作操作 你干什么啊 自己人不帮啊 妈 你看这个 行了 你要不肯帮 别到我家里面 行 妈 那既然你都这么强了 要再不答应的话 就太不像话了 不过 这个人银 说了 起步价啊 最少得十万块 十 十万 这么多啊 那 那我好像拿不出来 我还以为小高高是可以的 一两万什么的 妈 这个可是赚钱的一个大好机会 没钱啊 你这小高高怎么 对了 妈 这个上次赔给大姐夫的那个钱 不是还在您这儿吗 可以先拿来 对对对 这钱 闲着也是钱 我去拿 前两天 你姐夫把这钱给拿走了 这可赵海 真是丧人性 我总坏我的事情 毛总 有位任先生要借你 不进 这位先生真的不可以 非常抱歉你不要为难我 你不要为难我 你问他 毛总 这位先生 嗯 嗯 好的 刘先生 找我有事吗 毛总啊 这个 其实我早就应该来拜访您 啊 你看这里还很气派吧 你的办公室啊 不错不错 到底什么事 行 我知道 您的这个时间宝贵啊 那我就开门见山 你看之前啊 我也算是帮了您一点小忙 也算是雪中树送炭 是不是 这个最近啊 我这个手头上 确实有那么一点 该给你的回报 你已经拿了 我是生意人 不是做慈善的 要是今天 有些重要信息可以给我的话 我可以付费 要是你想讨人情借钱的话 对不起 我没有白给人钱这种习惯 你开始不跌了啊 我早说过啊 这医药股和心情产业股啊 不过高啊 这后面还有得跌了 你们在想什么啊 我没想什么 我现在突然想起我有个亲戚 他现在也在炒股 那你可以提醒他 要他止损的啊 照目前看来 这行情不会反弹 要不及时收手的话 可能会血本无归 他那个人啊 太贪了 恐懒了 毛景峰啊 毛景峰 狗屁大老友 真对得起他的性 真的是一毛不拔了 什么事啊 你上司利币款 到底什么时候进来啊 我知道 知道的 最近家里面有一点紧急情况 我现在就回去处理了 老陈啊 帮我看看今天的股票行情怎么样 哎呀暴跌 什么 暴跌的 对 好了好了 随下掉到坑里了 掉坑里 哎呀没跟你讲掉坑里啊 好了好了不聊不聊了 挂了挂了 内幕消息 狗屁内幕消息 分明是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吧 快走 现在到哪里弄那么多钱 我就快死定了 妈 任忠明来家了没有 来过了 你 你怎么知道啊 他刚走没多久哎 你把钱给他了没有 我想给他 可没有啊 那文慧这个程泽 不是你拿走了吗 好 我知道了 哎 怎么就挂了呢 又怎么了这是 不会挂的 我去银行把这笔钱存了 嗯 好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来来来 跟你说个事情你不要着急啊 我最近出了一点状况 可能要出去躲一躲 你出了状况 你做了什么事啊 不要叫哇啦哇啦的 你喊什么呀 我能不好吗 你都要出去躲了 那得犯多大的事啊 你快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你别吓我啊 我是前几天跟你讲 我炒股票赚了些钱嘛 我看行情不错 然后我就又 又往里面多投了一些 没想到这个大盘啊 呱一下跌 跌到底了 结果基本上都赔掉了 那什么股票期货 期货不是很大吗 你哪来的钱去玩啊 而且你不是还欠大姐夫一屁股债 你怎么可以去玩呢 你哪来的钱你说 行 我就是想快点的 把大姐夫这个钱还上嘛 所以我就 我就把公司的工程款 挪过来用了 你用公司的钱呢 是 那是挪用工款吗 你拿了多少钱 你拿了多少钱 三万呢 三万呢 后面还有一个零吗 三十万 坐下 李兹 我就这么想把 你就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